沙巴基础建设发展部前部长 拿督彼得·安东尼前年7月 被控伪造文件进行欺诈 案件审讯至今终于有了裁决 吉隆坡地庭宣判 彼得·安东尼罪名成立 判监三年罚款5万令吉 地庭法官阿祖拉今早宣读判词时指出 辩方无法针对控方的论点 提出合理怀疑 并且认为被告的说辞 纯粹是事后的辩解 法庭认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被告伪造文件 有时间证据和证词指证 只有彼得·安东尼有犯罪动机 也有机会作案 因此判定被告有罪 如果被告无法缴付5万令吉罚款 则需要追加监禁15个月替代刑罚